地漏堵了怎么办 地漏是每个家庭排水的重要出口 但是很多时候用久了 地漏就会被头发以及各种的杂物给堵塞起来 如果不能及时的去疏通 那么不仅会影响正常的排水 时间一久还会发出阵阵的恶臭 如果地漏真的就堵住了 那该怎么办呢 一 使用管道疏通剂 卫生纸 头发 菜叶等堵住了地漏 那么可以买管道疏通剂 把它倒进地漏中 能将它们进行分解 之后再多冲几次水就可以通了 二 苏打加醋疏通法 厨房里的地漏除了残根外 还有油脂过后这种堵塞的原因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苏打加醋来溶解油脂 先把半杯苏打粉倒入下水道中 再倒半杯醋进去 苏打与醋会形成化学反应 或一会儿有了反应后再大量的冲水 这样子就可以去除掉 粘附于管道的油脂物质 三 地漏疏通小工具 市面也有专门的疏通地漏的小工具 可以根据家里地漏的大小来选择 如果这些方法还是没有办法疏通 那就要找专业的疏通公司来帮忙了